王阿姨今年77岁,前两年检查出了高血压和糖尿病,在此之后,她需要长期服药,为了确保身体不进一步恶化,王阿姨选择坚持运动来提升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。 本月月出王阿姨安排了体检,经过检查发现,她的高血压症状和糖尿病症状控制得比较良好,并没有引发并发症。 这都得益于王阿姨的长期健身全面检查结束后,医生提醒,对于70至79岁的老年人是寿命的危险期,务必引起重视,做好四点,长寿不难。 今天,我们来详细分析,为什么70至79岁是寿命危险期,以及具体是哪四点,1点70到79岁寿命危险期。 之所以说70至79岁是寿命危险期,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人体衰老非常快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 一肌肉流失,人体内肌肉含量在30岁到40岁之间会达到峰值,在40岁之后,人体肌肉含量会逐渐下降,尤其是在70至79岁流失更严重。 研究发现,人体肌肉含量过少会导致肌肉萎缩症状,然而肌肉萎缩与糖尿病,高血压,呼吸系统疾病,骨质疏松等多种疾病相关。 二,心脏功能下降,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,人体心脏功能也会逐渐下降,尤其是在70。 79岁之间的人群下降将会更明显,心脏功能减退,很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,如果不能够引起重视,严重的情况会导致患者丧失生命。 因此,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,也要重视对心脏的养护,三,大脑衰退70岁以上的人群,大脑衰退速度会明显加快,会直接影响身体各个器官的协调功能,导致机体紊乱,进而影响患者的寿命。 此年龄段的人群,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概率比较高,也会直接影响患者的寿命,老年人想要长寿,平时可以适当锻炼脑部运动,来减缓大脑衰老的速度。 四,心理疾病70至79岁的老年人往往内心比较孤独,有的老年人可能和子女长期分居,导致情绪波动比较大, 长期处在焦虑的情绪之下,久而久之会滋生各种心理疾病。 心理疾病对于老年人的寿命影响十分大,主要是因为心理疾病患者血液中的新陈代谢产物的浓度偏高,更容易患上糖尿病。 高血压、心脑血管、疾病由此可见,70至79岁是寿命的危险期,要引起重视。 很多人可能比较好奇,那么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哪些呢? 接下来让我们详细探究。 二,影响长寿的因素。 一,遗传因素。 遗传因素是影响长寿很重要的因素,研究发现。 一个家族中,人均寿命是非常相近的,这主要取决于遗传因素的影响。 遗传因素和人体、DNA有关,主要通过指引人体蛋白质的合成,来表达所携带的信息,进而影响人体的寿命。 英国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,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,寿命比普通人群要低很多。 因为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群中含有的EPO基因数量过多,最终引发了老年痴呆症。 二、饮食习惯,俗话说,并从口入,饮食习惯对于老年人受命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。 很多老年人喜欢吃重口味的食物,比如腌制食品、高油食物、辛辣食物等,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。 老年人的味觉系统会逐渐衰退,导致味觉越来越差引发的研究发现。 如果长期靠重口味食物,刺激味觉会让老年人的味觉系统衰退更快速。 除此之外,长期吃重口味食物会增加老年人肠胃的负担,很可能导致腹泻、腹痛、肠炎。 胃炎等、症状、严重的情况可能导致肠癌。 胃癌到重大疾病三、环境因素。 环境因素对人体生命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因素,研究发现。 如果一个人长期生存在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,那么患有各种疾病的概率会明显增加,进而影响人体的生命健康。 环境关系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,呼吸的空气、日常饮水等等。 因此环境不好,人体所需要的各种东西的质量也会变差。 四、性格因素。 俗话说,性格决定命运。 很多老年人一辈子都没有和自己的性格磨合好,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。 有的老人天天生闷气,研究发现,不善于和自己和解的老年人性格往往存在很大的问题。 长期生闷气,导致女性老年人患有乳腺癌、宫颈癌、卵巢癌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两倍以上。 以上几点都是影响长寿的因素。 那么,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才会长寿呢? 医生提醒,做好四点,长寿不难。 三、做好四点,长寿不难。 一、合理饮食。 俗话说,并从口入。 老年人在饮食上一定要保持清淡饮食,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,老年人的味觉系统退化比较明显。 很多老年人喜欢吃重口味的食物,不仅让味觉系统衰退更快速,同时也会加剧肠胃的负担。 从长远角度考虑,为了身体健康,老年人群一定要注重合理饮食,逐步让清淡饮食代替重口味饮食习惯。 老年人群可以多摄入新鲜的蔬菜,含有蛋白质丰富的鱼、虾,适当补充优质坚果,提供优质的脂肪。 二、情绪稳定。 情绪稳定对于老年人十分重要,研究发现,对于70至79岁之间的老年人群,如果情绪经常反复无常,很容易引发心理疾病,此年龄段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群并不在少数。 心理疾病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群的生命健康,老年人更应该学会保持冷静,不让情绪大起大落。 老年人群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,更应该看得清,看得淡,看得清,在业余时间,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参与社群、活动,让心情得到放松,也有助于情绪平稳。 三、定期体检,研究发现。 70至79岁之间的老年人群,各种疾病,爆发率非常高,因此做好定期检查十分重要。 此年龄段的老年人患有高血压,糖尿病的概率是比较高的,虽然高血压和糖尿病都是慢性病,但如果不引起重视,很容易引发并发症,严重威胁到生命健康。 因此,对于本身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,更应该注重体检,有效预防并发症的发生。 身体相对健康的老年人也要引起重视,因为通过定期体检能够及时了解身体的状态,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治疗,避免发展成重大疾病。 对于70至79岁之间的老年人,必要的检查项目有心血管疾病检查,主要检查心电图、血压、心率等指标是否正常,还需要检查血脂和血糖的含量是否正常,以此预防老年人患高血压。 高血脂、糖尿病等、疾病、肺功能检查。 肺功能检查主要了解老年人的呼吸状况是否正常,老年人群肺功能下降是比较严重的,尤其是对于吸烟的老年人,更应该注重肺功能检查,因为吸烟人群患有肺癌的概率很高。 肺功能检查,老年人通过肺功能检查来预防肝脏疾病。 其中,肺功能检查包括肺功能指标、肺脏B超等肾功能检查,糖尿病患者进行肾功能检查,是必要项目,以免引起并发症,肾功能检查主要检查患者的肾功能指标和尿常规等是否正常。 四,坚持运动对于欺凌。 79岁之间的老年人群,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相对比较差,因此注重体育锻炼,可以增强免疫力,减缓人体衰老。 研究发现,重视体育锻炼的老年人群身体,衰老的速度要比普通老年人延缓1.5倍的速度,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,能够提升身体的代谢速度。 有助于降低身体代谢废物的浓度,对于缓解老年人身体的负担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。 此外,保持适当的体育锻炼,还能够减缓老年人肌肉的流失速度,还对减少骨质疏松症、糖尿病、呼吸系统疾病有很显著的作用。 保持适当的运动,能够调节老年人的情绪,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。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长寿。 最后,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进行体育锻炼,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运动,避免运动强度过大。 老年人可以选择太极拳、慢走、瑜伽等运动。 综上所述,老年人却想要长寿,以上四点一定要引起重视。 选择太极拳、老年人太太 人想要长寿, longer数到一 gourmet。 是体自由,享多 économique、相 treated所有第。